Hello大家好,我是阿狗利 今天我们解答频道一位观众困惑的问题 几个月之前提的了 今天我才记起来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开发完一个有利可图的 有正向期望的交易策略之后 我们都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参数进行策略上线 是盈利最多的 盈利最多的还是胜率最高的 还是盈亏比最好的 包括我们组建一个投资组合之后 我们分析策略之间的相关性的时候 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是如果两个策略之间的相关性过高 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策略进行上线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疑问 那么就可以在今天的视频中寻找一下答案 并且视频的后面我会列举一个圆码 一个例子用来讲解 大家看我使用这个QA组建的一个很小的投资组合 只有两个策略 我们只是用来举例子 而这两个策略 因为他们本身的策略逻辑是一样的 并且因为他们作用的这个交易品种都是货币对 并且都包含日元 所以常规来说 这样的投资组合一定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相关性过高 比如我们这里这两个策略之间的相关性 已经来到了0.42 大家看这里 也就这一部分 0.42 严谨的说的话 这个其实已经不属于低相关性的关系了 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策略进行上线 剔除掉哪一个策略呢 常规来说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引力因子 包括风暴笔 或者这种稳健性的评分 包括这里的CAGR 用来进行分析都可以 但是这些都是自带的 包括我们这个使用这个MT5里面这里的最大结局 这些大家常用的这些 它都是系统自带的 它都有一些问题 它可能会因为我们使用的这种不同的资金管理 不同的仓位计算的模式 而导致自带的这些评分计算出来的结果 其实并不准确 这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使用我们的自定义函数 在MT5里面叫做最大定制 它可以根据我们自己所看重的逻辑 去给不同的策略进行评分 MT5比较好的就是 它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它预留了一个口子 就是我们这里的最大定制 也就是我们这个on test的方法 它是这个MT5 这个策略测试器的一个回调函数 主要用于返回当前这次测试的一个评分结果 具体的操作就是在on test的方法里面 去自定义我们的评分机制 也叫评价函数 比如说我今天要举的这个例子 它就是使用的这个 正收益的月数和正收益的年数来进行评分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 面对有些盈利性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策略 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很好的执行下去 因为可能虽然它的盈利效果很好 但是它策略的这个停滞期 包括我们持仓的这个过程 对于我们内心的考验可能会有点过高了 而我们通过筛选出那些 也就是对这些策略进行这个 按正收益的月数来进行排序 也就是我们去选择 大部分月份都处于正收益的策略 虽然盈利性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是它持仓的过程 可能会是相比较来说 会是更加舒适的 也利于我们执行下去 比如说我们这里按照这个正收益的月数 来进行评分的话 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其余的参数大家可以不必关注 因为它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们只关注这个评价函数就可以了 好我们等待它运行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on test的结果 这里显示的是99 也就是在这个策略运行的这12年之间 有99个月它都是正收益的 我这里在QE里面已经按照这个月数来进行 重命名了 也就是这个策略它是99个月的正收益 这个策略也是88个月的正收益 那么我们比较这两个策略 哪一个策略进行上线的时候 根据我们持仓的这个舒适程度的话 我建议就是选择这个99M的这个策略 好这就是大体的一个逻辑 那么我们就去这个圆码里面看一下 这样大家应该会理解的更清晰一些 那么上面这些都是常规的我们一个正常EA的一些作单逻辑 而我把所有的评价函数相关的内容都放在了最后 大家只需要关注这一部分就可以 大家完全可以把这里的内容直接复制到你的EA中去 然后你可以在包括你在选参数的时候 我们使用优化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这个最大定制 或者你在进行这种相关性的剔除 包括选择的问题上 你也可以根据这里的它计算出来的这个ontest结果来进行相应的分析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里的话我就是定义了一个枚枚类型 它用来表示我们的评价函数有两种模式 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正收益的月数 另一种的话就是正收益的年数 包括这里的话就是让用户可以进行输入的一个选项 然后是我们的ontest函数 它是我们mql5的一个回调函数 用来返回测试最终的一个评分 根据用户输输了这个test mode 我们去调用不同的这个计算的评分的规则 这里是按月计算 这里是按年数计算 最后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判断 就是如果它的交易比数少于这里的100的话 我们就把最终的一个评分设置为零 也就是说可能你按照这里的年数或者月数 计算出来这个score这个评分很高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样本数量过小 它就不具备参考意义 所以我们就把它直接把它重置为零 也就是我们就不看它了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进行拓展的一个内容 可以根据你 最好的话是根据你们的这个回测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进行这个 进行一个计算 比如说你是按照月份 月份每月要求它必须有多少笔的话 你可以进行计算它这里面有多少个月 多少个月乘于你每一个月的要求 要求的一个基数的话 可以得到一个总值来进行动态的 去重置这里的score 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严谨 好我们主要看一下这里的 year profit的话 然后month的话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逻辑 我们只用讲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这里的这个year profit函数 它主要就是用于统计正收益的年份 它会便利所有的这个历史的交易记录 计算每年的净收益 最后使用这个哈希迈普来存储每年的收益 然后统计出拥有正收益的年数 那么首先呢就是这里就是把哈希迈普的库导入进来 然后使用这个history select 它选择所有的历史记录 也就是从最开始的开始时间一直到当前 也就是我们的结束时间 然后就是定义一些这个初始的变量 这里的这个dealtime struct 它用来存储交易时间的这个结构体 然后这里的这个year profit map 它是一个哈希迈普的数据结构 它主要目的是用来存储每年的正收益的 关于这个哈希迈普 我这里就简单的提一下 因为它不同于我们平常常规使用的这种整形 自乎串之类的这个基本的数据结构 它是一种用于存储建制队的相对来说 会复杂那么一点点的数据结构 它通过这个哈希迈速将键映射到一个索引位置 从而实现这种比较高速的这个查找啊 擦入啊或者删除等操作 它主要优点就是它非常适合需要高效的这种数据访问的一个应用场景 其实如果没有特殊的需求啊 大家是使用不到它的 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写EA的逻辑来说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我们不涉及这种大型的企业级应用的话 不使用也是完全没关系啊 不过如果你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研究啊 比如说这里的这个哈希迈普啊 还有呃 SET 包括List ArrayList Link List啊 这些特殊的数据结构啊 你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呃 这些比较特殊的数据类型 它在我们实现某些功能的时候啊 还是会比较省事的啊 因为虽然很多功能我们使用这种 我们之前讲过的这种Struct的结构啊 或者说是数据啊 也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啊 但是呃 你实现的过程可能就会比较繁琐啊 代码看起来也会比较的这个笨拙啊 就不是很专业啊 好 这就是我们呃 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哈希迈普啊 我们简单提一下啊 呃 不明白的同学 你只需要记住啊 它是用来存储这个 键和值啊 键之对的啊 它这个键呢 我们这里对应的就是存储的年份 而键所对应的这个值 我们这里存储的就是呃 对应年份的这个净收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呃 进行这个便利啊 便利所有的历史交易啊 获取呃 每笔交易的这个ticket啊 然后就是判断一下啊 根据这里的ticket 我们获取到呃 第二entro 来判断一下 它的这个类型啊 我们只需用获取这个 以平仓的交易啊 因为只有平仓之后 我们才呃 能够知道它的库存费是多少啊 包括它的具体的盈亏是多少啊 如果不是这个 entro out 以平仓的交易的话 我们都是给它continue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计算交易的这个 这个净收益啊 包括利润啊 库存费啊 还有手续费啊 呃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使用的是ECN账户啊 也就是你有这个 commission 有这个手续费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交易成本啊 添加上 因为我看到一些人 呃 他在计算这个交易成本的时候啊 有点不是很严谨啊 就是他只是把这里的这个swap费添加上了 但是commission啊 却忘记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呃 记得加上啊 呃 而且这里要这个进行乘以2 因为我们手续费它是双向的嘛 你下单的时候收了一次 你平仓的时候它还要收一次 所以就是一定要乘以2 呃 另外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类型的账户啊 你是ECN账户还是标准账户 你都可以使用 呃 这行代码来进行计算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获取 呃 交易时间啊 我们将这个交易时间转换成为这个 呃 time struct 然后的话就是提取到我们这笔交易的一个作当的年份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操作我们这里的hachimap啊 呃 首先是检查我们这个hachimap表里面 是是否已经存在了该年份的收益情况啊 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就去进行一个累加收益啊 如果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呃 添加新的年份和他所对应的这个净收益啊 最后的话就是统计一下啊 根据这里的便利数组啊 便利这个hachimap表来统计我们的正收益的年数啊 最后的话进行一个返回 这就是我们统计呃 正收益年份的一个函数啊 这接下来的话就是统计我们正收益月份的一个呃 过程啊 其实逻辑都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把年换成了月啊 然后我就不再重复的进行讲解了 嗯 那么他实现了一个效果呢 就是呃 他会 根据用户所选择的不同的评价函数来计算不同的这个 评分比如说我们这里按照正收益的年数来进行评分的话 嗯 嗯 我们等他跑完啊 他的结果就是11啊 也就是呃 从12年至今的话 这12多年的时间 他有11年都是处于一个正收益的一个状态啊 那么按照月份来算的话 就是有没记错的话是99个月啊 99个月都是正收益的一个状态 嗯 是的 好 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全部内容啊 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 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